請侯康 護臺灣 選戰倒數11天 國民黨總統候選人侯友宜 陪藍營小雞站路口敗票 而雙北立委和台北市長蔣灣 也繽紛多路上午7點半 同步接口催票 侯康佩芬 僅合集趙孝康和立委候選人 扯掃敗票 賴清德先前說 中華民國憲法是災難 引爆台獨爭議 連蔡英文都不正同 直接打臉賴清德 說憲法不是風險 但小英卻說 九二共識的一中原則 會帶來風險 也算是打臉賴清德的 但是蔡英文介紹講的話 也很奇怪 我們認為的九二共識的一中 是中華民國 絕對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也絕對不是一國兩制 選戰倒數藍綠絲殺激烈 民調在誤差範圍 侯儀重提若當選 要組聯合政府的承諾不變 當時柯文哲跟我簽的 不是黃珊珊跟我簽的 聯合政府 我一定是在避兇 我沒有可能改變 我自己搞的事情 一定成立一個聯合政府 用人為財 先國民黨先搞清楚 到底現在國民黨 是誰在做決定的 朱立倫不是說 兼僻親爺嗎 那侯儀又跑出來 跑出來講這種話 如果侯儀跟趙華昂當選 這是侯儀做決定 這是侯儀是老大 這是侯儀是老闆 不要把國民黨牽扯進來 封關民調藍綠基站 僅要倒數十天的歌喉站 將遠越烈 記者希望陸續過好 SN小組 台北新聞報導